居住区中 拱门 甲山 水屑 廊桥等中式建筑 小高层和高层屋顶展现码头墙的古典建筑特色 10月21号 中心设计者来到武汉军运村 突出湖北金楚风格 体现江夏民居元素的特色建筑印入眼帘 这座运动员们比赛期间的家 也让居住于此的村民们纷纷点赞 来自康迈隆代表团的联络员大卫告诉记者 军运村的住宿环境非常舒服 餐厅的饮食安排得也很贴心 军运村村民来自世界各地 对饮食有不同的需求 大卫告诉记者 餐厅里准备了各个地区的食物 能够供不同国家的运动员自由选择 我觉得很仔细 很仔细 因为运输方面 所有的课程还很仔细 而且我们有机会可以跑到城市里面的各个地方 阿曼代表团团长费萨尔表示 自己国家的代表团来到中国后 得到了贵宾般的礼遇 接受采访时 他也一连说了三个感谢 来表达对中国军方的谢意 跟军方的军方法 全是清晰 全是很清晰 全是非常好 不不 只是非常非常好 从我们到现在到现在到现在 为安全 全是清晰 全是清晰 全是安全的 尼泊尔代表团新闻官艾斯沃尔说 参加军运会不只是为了比赛 各国军人相聚于此 更是为了和平 尽管现在赛程还未过半 艾斯沃尔已经有很多在中国的美好印象 想回家后 与亲人朋友一起分享 来自卢森堡的运动员斯蒂芬 此次参加军运会是第一次和中国军人近距离接触 通过这样一个平台 让各国军人近距离接触 他认为这是一件好事 武汉军运会是军运会历史上第一次集中新建运动员村 军运村总占地面积848.7亩 总建筑面积55.8万平方米 可入住一万余名参赛运动员和官员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